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传统的紫薇董书的这个理论里面 他在那个田家公也不是什么好事 他经常因为借核心总是跟什么呢 白手起家有关 在古代白手起家可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 你有祖产你不去继承 What 你们家一直都是卖煎饼的 你现在想要去卖车轮 这个事情怎么行呢 所以就是他会觉得不好不好 你太反叛了 然后会叫先男后裔 所以天童在田家公的时候 他总是会说即便你是入庙的情况下 就是才会什么呢 才会好 而且还是先男后裔 再来如果你加了一些极化 这种什么对吧 六极星什么之类的 他会觉得这个自至大极 所以他总是有一点点的自己来的意思 但是在现在社会自己来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 比如你本来跟爸爸妈妈一起住 你想要搬出来 你走在天童运的时候就最好了 适合分家 或者是你 somehow的话 某些年想要凭自己的努力去贷款买一套房 那走在天童的运上的时候会比较好 还有什么呢 天童实际上我觉得居家布置的这个审美感觉也会蛮好的 因为他会让你比较舒服 你把家布置的很温情 有点像你家的那种风格 看着你就想躺在那个沙发上坐好久 这个就是天童的感觉 所以我还是要先帮天童说一句话吧 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 这个天童如果是在天债宫的话 命主本身会是连真 连真命主们 你们自己本身性格也是挺 我最近听人科普了一个什么叫挺惊的 什么叫惊 专门有人跟我解释一下 就是很端着 就是很有架子 就是那个逼格要端在那里的感觉 是不是就是惊 然后放不开 很追求完美 对不对 然后很要强 这就是连真 连真就是惊 所以这样的一个命主的性格 我以前我的公众号专门写过 这个在外面你很装着很端着 但是回到家你们就不会 因为家里是一个避风港 特别对家的这个舒适性是很很看重的 所以我觉得连真心做命的同学们 你们的家里都会被你们布置的非常的舒服 很有文艺范儿 天童通常是非常有文艺范儿的一种感觉 什么那种有点像酒吧的情调啊 或者是有点像书吧的情调 或者是可能家里布置一个阳光房 什么之类的 坐在那可以什么懒发呆庭嘛 那个叫 这种这种感觉 那个就是很天童 还有呢 有些就是如果是男命主的话 我觉得你们特别会把家里搞得很 很多的那个玩的东西 一会儿又是体育设施啊 然后一会儿又是游戏设施啊 哈哈哈 反正就挺会玩的 它里面有 或者你还有个小小工具房 可以在里面做你的 放你的 你收集的棒球啊 你收集的鞋啊 什么之类的 反正天童这个心啊 它是总是跟精神享受有关 这颗精神享受的心在田斋公 我觉得它的装修风格 或者你布置的风格 它会是那种比较细碎型的 就是这有一点小配件 那有一点小配件 然后总的来说是会偏文艺范儿 然后偏这种享受感觉 会比较多 我认识的人当中 如果是这个 简单跟我天童的 我通常会发现他们房子不大 但是每一个细节都被布置了 有很多很有趣的就是感觉 他们的兴趣爱好 或者是跟他们的过去经历有关的 比如说他旅游过很多地方 他可能就有片照片墙 然后或者是他自己非常喜欢 就是乐器 然后他可能有一个乐器屋 然后里面就是精心 他收集了很多乌克莉莉啊 什么之类这种东西 反正在细节里面能看到 这个人是一个很热爱生活 很享受生活的人 我觉得连珍 你们 你们的家就会是你们的 就真的是很 很能彰显你们的人生阅历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而且很美好 天童总是充满着美好 这颗星是非常的 Easy going的一颗星嘛 它的灵力关系通常也很好 就很神奇的哈 连真做命的各位 我发现你们好多 跟自己的邻居都处的蛮好的 因为这颗星 有一点点的就是那种 就是很可爱嘛 对不对 然后说话也比较甜 嗯 也比较也比较会 就是笼络资源 什么感觉的 所以 灵力关系也是比较和睦的 嗯 挺好的对不对 连真 就是你看吧 结合你的这个命主看 你你你既然是连真的话 我看你的节奥工也一定有天机哦 对不对 所以我感觉你们的完美就是 啊你们很爱动啊 然后很喜欢到处旅游啊 然后很去旅游的时候 带很多纪念品回来 可以什么冰箱贴呀 然后什么之类的 嗯 或者是嗯 就是到处去见识风土人情 拍很多照片 然后回到家之后 不要扔掉这些东西 把你们这些东西都带回来 放在家里 挂在墙上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像博物馆 小小博物馆 人生博物馆吧 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你们布置家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嗯 所以各位啊 连真们 嗯这个有 你自己有没有这些习惯呢 你如果没有的话 以后你的 买了房子之后 家具布置 真的可以往这方面走 嗯 我觉得会是 会是蛮好的 嗯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天童在 天债工 虽然不是一个继承组业的像 但它也非常好的装修 或者是自己制业的 这样的一个运 那今年吧 就看你圆盘 是不是吧 圆盘是的话 你就会知道 哎 住父母的房子 你总是住的不爽 不爽的 还是要自己搬出来为好 而且搬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自己一点一点 亲手打点 从墙怎么刷 然后到哪个地方挂什么东西 全部都要你自己来 而且你把它打 就是打 就是不用什么高端大气上挡刺 天童不是这种风格 也不是说一定房子要多大 像紫薇天府那样多大 嗯 它的风格就是属于你要把它打扮的 特别特别的舒服啊 放一点爵士乐里面点个咖啡 反正就把它整的越舒服越好 蓝沙发摆起来 你们家我觉得就是完全可以想 搞成一个享受的场所 这个是最好的 那么啊 如果你是什么大运流年走到天童的位置 你就知道你可以分家 你可以 比如说你本来跟宿舍的室友一起合租 那到了这个运 你可以自己出来 自己搬 自己租 或者自己本来跟父母在一起 就可以自己买房了 嗯 这个 这颗星 今年2021年的话 会是在成功 成功的天童状态是一般的 它是一个平的位置 然后对面的话 巨门星啊 然后而且还落线 巨门在续工是落线的 所以今年不太行 我确你们忍一忍 好不好 今年最多你可以布置布置是可以的 你装修装修是可以的 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今年要够房的话 你除非什么集化都在这 哦 今年巨门画路还可以 然后 那还行 对 嗯 那还可以吧 那也还可以 对对对 然后你再看看你的三方四正的新药呢 嗯 这个好星多不多啊 对不对 嗯 你可以进行分家这个这个这个活动 嗯 嗯 如果是煞星太多就不要了 嗯 还是不要 嗯 那最多就是今年你可以装修刷刷墙 今年很适合 如果天同在成的话 还是 对 我觉得你搞搞布置装修好像要稳妥一点呢 我是非常建议就是买房 尤其是投资买房就不要了吧 对吧 那个巨门星在那边虽然画路 但是他状态不好啊 他真的落线 巨门落线很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啊 曾经深受 他深深有感觉 巨门落线很容易有水患你知道吧 什么邻居上面漏水给漏到你这来了 我买的房子啊 刚开始不觉得 后来发现啊 某个地方是漏水的 就很烦 你花好多钱去搞这个事情 又或者说 巨门如果落线哈 一旦逢画季 因为你现在没有画季没关系 那如果有朝一日画季 他就是会 他就是会比较容易 就是有盗贼 就是 就这种被偷盗的风险比较多 而有时候也是 跟邻居吵架 有时候会有烦这种 这种事情哈 会比较有 不过今年不会 今年巨门状态非常好 OK 就是这样子了 那各位同学啊 就是联真们 你们的天摘光是天童 然后你也可以跟我反馈一下 我想知道 你们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呢 你们买的房子有没有很大呢 因为在理论上哈 传统上来说天童房子不会太大的 它就是够用就好 然后小小公寓也行 如果你是年轻的妹妹们 然后或者是初出社会的小朋友 你天童是很适合你上来 就买个小套房 很小很小的 然后自己把它布置的很好 这个很天童的像 你以后长大了之后 有机会了再去把它扩大一些 但你们应该理论上 也不会是以住什么巨大的豪宅为目标的 还是舒服比那种浮夸更符合你们的心意 对不对呢 好欢迎大家给我各种留言 我们的公众号珠珠金水上 我请我们团队的王王 他是室内设计师 所以他出了帖子 专门讲十四主星在田寨宫的各种装修风格 里面有很多图片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看看天童是什么样子 好的那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请感觉 谢谢中国